单花的一个款式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鱼鳅 欢迎富贵姐姐欢迎您 直播主淘淘不绝 推销眼前一大盘金饰金锁 过去老派的黄金投资 在中国大陆出现新投资风潮 一颗颗小巧的黄金豆堆成小山 中国大陆年轻人 现在流行用玻璃罐攒金豆 听黄金碰撞的乐声 也清楚看见积少成多的满足感 这个小铺板它存的不是铜板 而是一颗颗的黄金 那在里面这样的黄金 它一小颗是一公克 那价格不到台币3000块钱 比起你定期订额 买台股的成本还要低 不像过去投资黄金 以标准化金条 最小时刻一出手将近2万台币 现在一颗金豆 售价约400到600人民币 约台币1700到2700左右 让小资族也能成为囤金一族 如果说我一个月赚一万块钱 那我可以拿出2000块钱 拿来买金豆豆 你存了多少金豆豆 现在的话就是 我已经攒金豆 应该攒了两年了 这位小资女 两年时间存了500克金豆豆 而打开中国大陆社群 有各种攒金豆 囤金豆心得 根据电商平台 天猫统计 30岁以下成为 网购黄金的主力客群 2020年开始 慢慢的在我们的 这个小客中的 这种投资类的产品 在电商渠道 比如说像淘宝啊 京东啊 这种电商渠道 这个销售的一个前列 每个季度 每个年度可能会有个 5%到10%的一个 销售占比的一个提升 但是网购金豆 还是有风险 管道良有不齐 可能面临橙色 客中不足 以及变现损耗等问题 下一步呢 就是需要顾客来确定 现在目前的回购价格 放入准备回购了黄金 旁边的荧幕 呈现机器内运作的 即时画面 这号称全球第一台 智慧黄金回收机 中国大陆各大黄金业者 都在用减少回购黄金的 灰色争议 传统的这个黄金回收呢 是通过人工来进行回收 它每一个回收的步骤 包括它的验金 溶金 整个层色的判定 都会有人为的参与 我们这台智能黄金回收机呢 整个流程是无人员参与的 它可以杜绝说 人为在回收黄金过程当中 比如说造成的一些 层色检测的一些误差 或者说出现一些 刻意的一些对课重 或者说对城市的一些减扣 这里呢不是黄金 就是珠宝 就是在深圳的水贝区 它的面积呢 就有2.7平方公里 有将近7000家的珠宝企业 同一年营收 超过了1000亿人民币 俗话说 中国珠宝看深圳 深圳珠宝看水贝 而水贝的黄金珠宝交易量 占全中国大陆的半壁江山 黄金它有一个很特殊的 那个商业属性 就是当你经济不好的时候 作为一个相当于汽车的一个 安全的保险带 疫情结束以后啊 或者是疫情放开以后啊 那个掌门的产业 出现了一个井喷石的发展 老百姓啊 有更大的诉求 也跟国际形势有关吧 不止民间买金这 中国央行去年11月12月 狂买62吨黄金 并连续5个月增持黄金 价值2215亿台币 累计全球排名第七 而且未来不排除继续买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指出 全球央行已将黄金储备 提升到1974年以来新高 最主要是俄罗斯 跟中国的大量采购 根据彭博的财经专栏分析 中国央行狂买黄金 可能是想巩固 人民币储备货币的地位 或是地缘政治升温 有见于俄国的困境 储备黄金避风港 分散被美国制裁风险 TVBS熊之光红陈入文 深圳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